金正恩视察一枚火箭弹头路透分享 北韩中央通信社今天报道称 北韩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15日凌晨现场指导火星副12中远程弹道飞弹IRBM的发射训练后表示 北韩核武发展项目几乎到达终点 金正恩也指出今后要动员举国力量完成相关工作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 金正恩表示 北韩的最终目标是与美国形成势力均衡 不让美国对北韩说三到四 北韩要不断提高军事攻击能力 具备对美国进行让其无法承受的核反击的实力 报道指出 金正恩说 虽然联合国数十年间对北韩采取各种制裁措施 但北韩坚持到底实现了各种成果 部分国家认为联合国制裁行动能收服我们 但这种想法很愚蠢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5日表示 北韩当天清晨6时57分许在平壤顺安一带 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火星赴12中远程弹道飞弹 飞越日本上空最高飞行高度为770公里左右 飞行约3700公里 最后落在北太平洋